好 我想台北股市是经过了昨天爆出这个历史天亮 那传商类股的话今天比较分歧 涨不太冻了 毕竟已经喷出这么多天 不是不好 但是它真的是短线太过热 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布局要在地档布局 那已经大涨一大段 人多的地方就不要去 那我还是昨天跟大家在特别报告的是 台湾我们的竞争力最重要还是在电子 所以我看到现在电子近期有开始在涨势在做拉回的时候 电子股当然就会有机会 而刚刚佑达主播也提到一个重点 要公布记报 其实第一季电子股的出口都非常好 对不对 它的一个数字一定也会非常好看 所以我看到今天盘面上的电子族群 强势的股票面 又回到谁身上 包括像IC设计 细晶圆 还有记忆体 那刚刚面板也开始转强 好 那我看到这些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涨价 对不对 那我再跟大家来报告 今天有一个新的题材 我早上有跟大家讲过 现在最新的题材叫做奇亚币 中国的挖矿风什么 现在中国挖矿不是挖比特币 它是挖奇亚币 好 那奇亚币是用硬碟挖矿 那大容量的硬碟非常非常热卖 4月20号 奇亚币在加密货币市场正式挂牌 开市的价格是10块钱美金 一度喷涨到5000块美金 大涨500倍 一天哦 涨是惊人 这个也带动到中国地区的固态硬碟 传统硬碟 现在根本买不到 大家现在去官网商场问 大概也都是限购 要不然就缺货 这个跟刚刚时候 当时候比特币刚刚要开始 市场上在风靡的时候 显卡需求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到今天 硬碟概念股 3260的威刚 公道掌停板 好早好早 3060的名义 一早就公道掌停板 还有我早上所说的 3322的建顺店 也公道掌停板 但现在我看到 这个整体都在扩研 刚刚8299 全年已经公道掌停板 这么贵的公司 也公道掌停板 然后包括像石权 也要接近到掌停板的位置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还有没有漏网之余 那我这边简单来讲 请大家注意 3060的名义 其他去年全年 还亏了1.84元 那他已经连续3000掌停板 那去年的本益比 大概有16.97倍的 3260的威刚 现在也涨停锁住了 所以他是告诉你 这是雨露均占 所以我要帮大家找一家 这家公司是连续11年赚钱 而且本益比威刚还低 股价又只有威刚的三分之一 那受惠到7RB的硬碟缺货 也受惠到Q2低润涨价 这家公司就是代号 8088的品安 这也是所谓的 模组厂里面的机优神 连续性 十年连续都有赚钱 连11季都有赚钱 那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技术形态 今天几乎所有的 机体股价都已经全部大涨 我觉得关键就是 这是一个新形态的 一个挖币 那你看到他的 一个股价形态 其实他现在的位置 相对还是比较 其他来自偏低 位置相对低 股价没有涨到 外资过去三天 其实是买多余慢 整体的一个交易 刚刚才进行转钱 你今天你看到 哇 群联都涨停 追不到 威刚都涨停 追不到 哇 那十全现在 亏要涨停 那品安这个位置的话 我认为 绝对价格相对偏低 那如果再做 他跟4967的 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你看到 十全去年 获利不错 两块零六 那第一季 收回到整个 机体报价涨价 当然有机会 呈现一个大涨 那股价60块 好 品安去年赚多少钱 品安去年赚1.96元 他只输这个 一点点 只输十全一点点 那当然十全的 库存非常的多 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边的话 我认为 平安的位阶相对来讲 只有十全一半 那他的一个获利 去年 其实差大不到一毛 大家可以特别 或者去留意 这个刚刚起涨的 那另外的话 还唯一没有涨到 一家的一个 这个机体公司的话 我认为还有 像公共的 5289这家公司非常机油 你还没涨到 大家也可以并做留意 那现在风路老师 我们观察到盘面上一个现象 不止您说的 提到的硬碟相关的 记忆体相关的 现在呢 一档档的工涨停之外呢 IC设计当中的敦泰 刚刚买单集 现在也工涨停了 其实今天工涨停的 IC设计还不少 除了敦泰之外 伟权店 生权 浦城 亚信 都是今天 强所涨停的 IC设计标的 那投资人也在问说 资金到底回来了 没有 那反弹 今天的反弹到底呢 能不能视为说 弯腰减便宜的机会呢 好我想今天 现阶段的IC设计 是全面的在喷出 高价的也在涨 你看联发科今天 正式的一个 站稳1000块钱 那当然带动 整体IC设计 我刚刚所说的 像群联这么贵 工涨停板 那你再看一下 敦泰刚刚也工涨停板 天狱 今年以来涨幅 涨成这么多 还在继续大涨 我觉得这整体的 事气是正在回笼 那你再看到 包括像伪权店 尼克森 也都是在创新 跟还能涨停 那弱势的普城 现在也在反弹 所以亚信也在涨 但大家持续留意 这些公司 有的我就不直接点出来 它是出现反弹的 但有的它还可以持续再涨 但持续再涨的过程里面 都太高了 我还是维持我的一个原则 相对位阶低的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像3035的资源 刚刚佑达主播也提到 它是不是 它下个星期要法说 好 那下星期要法说 那我们仔细去看 它今年现阶段的股价 有没有涨很多 其实就它的股价位阶 跟去年7月的价格 居然差不多 那等于它已经盘整了 将近10个月 那你看它最近股价 其实大凡在震荡 它相对其他IC设计 因为涨的少 当然回挡的也少 但大家特别留意到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狼来也不会来三次 对不对 请注意 基础现行 我请导播来上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12月7号 前一天 投信 大满了1610张 然后隔天跳空上涨 这一天是爆第一次的 一个超级大量 35000张 那第二次 它又再爆量 爆量在哪里 在1月25号 然后再来 大家看到 这一次再爆量 爆量在哪里 爆量在1月14 4月14号 那一天大盘大震荡 但你们有发现 它股价现在 已经把所有的 爆量区的高点都站稳了 那它又已经整理了这么久 它的股价位阶 大概是大盘指数 在13000点左右 那现在指数 已经17000多了 下个星期要法缩 那是不是可以提前卡位 外资昨天 大震荡的过程里面 买超2442张 但股价有没有大涨 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 外资也喜欢怎么样 低档布局吗 低档布局的外资 它会不会在这边 第一天大涨卖掉 不会 它只有在怎么样 在连续大涨之后 它超级大买 才会卖 举例来讲 三四八一的群创 它有没有在 4月21号 当天大买10万张 隔天再创高的时候 它会怎么做 它卖了11万张 那当然整体面板趋势 还是好 我只是要跟大家报告 外资其实会根据于 整体个股的一个 高地位界 它也会去怎么样 弯腰减 所以投资金融在布局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角度 去做一个思维 费用